蒋介石暗示毒计,连周恩来都中计,唯有毛主席保持清醒,巧妙破解。 1936年的冬日,延安的瓦窑铺笼罩着一股紧张而肃穆的氛围,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打破了这片宁静,发见人竟然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信中的内容让在场的共产党高层们感到震惊不已。 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合作建议,这是否会成为一个转折点,或者背后隐藏着更多的阴谋。 在会议室里,周恩来、邓发、陆定一等中央领导的脸上表情各异,他们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尽相同。 有人露出惊讶之色,有人则沉思不语,而毛主席的表情却依然如常,仿佛在冷静地分析着这背后的玄机,随着讨论的深入,各种问题纷纷涌现,蒋介石此举究竟是真心寻求合作,还是另有所图? 他为何在此时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一起来了解历史。 1935年12月,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数年之久,全国人民抗日之心不断高涨,只有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满心想着的都是一己私利,不仅当年命令张学良不抵抗,而且还长期对抗日的红军进行打击。 逐渐令人心生不满,早在1937年之前,日军就在皇孤屯事变中炸死了东北王张作霖,此后东北再无军阀镇守,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扶持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建立了维满洲国。 然而仅仅是东北无法满足日本的狼子野心,很快日本就将贪婪的目光瞄准了中国华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就是日本侵略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序幕。 1937年7月7日,驻守在丰台的日军以一位军人失踪为理由,要进入北京丰台的婉平县城,也就是今天的卢沟桥镇。 搜寻失踪军人,当时驻守在丰台的国军敏锐地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拒绝日军进入,北京作为中国的立朝都城,也是中华民国最初的首都,汇集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资源, 以及各方面优秀人才,是中国战略重镇,也是华北门户,一旦北京失守,整个华北也将快速沦陷,正因如此。 北京驻守的国军敏锐地意识到,日军在卢沟桥进行多次军事演习,并且借口人员失踪,想要进行搜查,恐怕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于是誓死守卫卢沟桥,拒绝日军的搜查要求。 日军恼羞成怒,直接对伊婉平县城内的国军开火进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举国哗然,当时的蒋介石出于剿共的私心,命令国军不得抵抗,并且按照日军的要求推出北京,在日军攻陷北京和青岛后,又一退再退,撤出了山东,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让社会各界寒了信。 于是,包含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的进步人士在内,社会各界知识分子都在呼吁国共合作,在此之前,张学良和杨虎成就在西安事变中,胁迫蒋介石考虑放下私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而是,蒋介石自西安事变后,也一直面临党内关于合作声浪的压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陈立夫突然接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蒋介石让他主动联系中共,商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古怪的命令,陈立夫很快就想清楚了各种缘由,一来是迫于国内各界的压力。 二来是中共刚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赢得热烈反响,其实,陈立夫当时也已经有了抗日之心,这一点,从他此前打算亲自前往苏联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就能看出来,只不过因为此行的计划被日本间谍提前获悉,这才最终没有成行,但这次蒋介石的命令有些不同,需要他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这两者间的区别可就太大了,陈立夫掌管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低,按理说与中共取得联系并不难。 但问题在于,就在一个月前,中统刚刚进行了一次行动,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非常严重,导致中央特科的人员纷纷撤离,就连特科负责人徐强都隐蔽起来了,这个时候让他去哪联系共产党员, 谁能相信他现在诚心谈国共合作,但这些困难与蒋介石说不着,陈立夫也只能照办,最终将难题甩给了得力干将曾阳府,曾阳府之所以被称为得力干将,能力主要体现在基建方面, 平时与共产党没什么接触,但他同样很无奈,只好找来下属慎晓晓晓,因为他记得,慎晓晓晓以前当过共产党,甚至还认识周恩来,不得不承认, 曾阳府虽然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但找慎晓晓晓这步棋,确实走对了,慎晓晓接到曾阳府命令以后,主动去联系了两个人, 一个是时任征集部主任的左宫,另一个则是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的吕振宇,埋下阴谋的种子, 左宫确实是中共秘密党员,但这个身份,慎晓晓晓并不知情, 只是慎晓晓前几年与左宫一起办生理杂志时,觉得左宫的做事风格向共产党员就凭借这个直觉,慎晓晓找到了左宫, 将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的想法说了出来,左宫文言,立刻意识到事关重大,自然也不敢怠慢, 便介绍了中央特科与他单线联系的交通员张子华与慎晓晓晓面谈此事, 张子华先见慎晓晓晓,又见曾阳府,确定了此事的真实性,便去见了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张子华与董建武拿到了国民党的通行证, 后续又得到张学良的帮助,顺利抵达瓦瑶铺,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 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张学良的一封信,原来张学良得知蒋介石的意思后, 抗日念头更加坚定,彼时,毛主席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 而周总理则在留置单部,也位在瓦瑶铺,不过,毛主席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里, 也得知LA该消息,一方面是博谷发来的电报,另一方面是王世英的汇报, 而王世英的到来,则与盛晓曾当时找到的第二个人吕振宇, 有直接关系,吕振宇从盛晓曾口中得知蒋介石希望国共合作以后, 顿时很兴奋,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认为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更何况,他确实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 于是,吕振宇积极为了此事奔走后,得到了北平市委重视, 安排袁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亲自走一趟, 向毛主席说明此事,巧妙化解,王世英差不多和张子华, 董建吴同时将消息带到,两者互相印证之下, 这件事的可信度就更高了,毛主席与张文天接到消息以后, 立刻找到杨虎城,严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开了一次会, 极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也希望得到了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 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认为, 抗日统一战线不应该局限于国共合作, 而应该将社会各界人士和地方实力派, 甚至那些国民党元老都纳入谈判的对象中来, 毕竟抗日统一战线可以争取更多人加入进来, 这样做对抗日更有利, 毛主席此举,极大的调动了各界的抗日情绪, 令当时的抗日情绪高涨, 就连许多地方实力派也都表示了抗日的决心, 其中也包括张学良, 在如此高涨的抗日热情之中, 毛主席提出了五项意见, 而蒋介石方面也派人转达了诚意十足的四条意见, 由张子华亲自带回,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 周总理见到这四条意见, 对此次国共合作十分有信心, 并亲笔写了两封信交给张子华表示诚意, 邀请国民党代表来陕北共商大计, 对此,周总理持乐观态度, 始终安排人极力促成这次面谈, 潘汉年为此还亲自去了一趟南京, 就在此事轰轰烈烈地进行时, 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 那就是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同时, 一定要坚持党的独立性, 以及对国民党的警戒性, 而对于当时提出的连蒋抗日, 毛主席也有自己的想法, 认为应该是逼蒋抗日, 因为蒋介石主动提出国共合作的原因是迫与压力, 而非真正关心民族威王, 此事未必顺利事实证明。 毛主席的眼光非常独到, 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国共谈判开始之后, 蒋介石立刻将此前提出的四个意见抛诸脑后, 转而换成了想趁机收编红军的真实想法, 并在我方提出了一时嚣张至极地表示, 不搅枪就剿灭, 令各界一片哗然。 蒋介石为何如此反复无常, 这件事在苏俄在中国中有所体现, 原来, 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以后, 虽然顺利抵达了陕北, 但在蒋介石眼中, 早已经将红军视为强弩之末, 他随时可以派兵剿灭红军, 但迫于当时的抗日形势。 蒋介石在各界的舆论压力之下, 不得已提出国共合作, 但此举并非真心, 而是他实施剿辅并举的手段罢了, 只是蒋介石没料到的是, 毛主席对此早有防范, 并未仅仅争取蒋介石, 对社会各界和地方实力派都进行了争取, 这才有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巧妙地破解了蒋介石的阴谋。 字幕志愿者 εί� sel《宝宝荣》,